这个修行的方法 是法身菩萨 不是普通人 法身菩萨 菩代众生受苦的 先是在哪里 先是在八相成道 所以诸不详想 释迦牟尼佛 释信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了 修行正果了 是真的吗 这就是说不是真的 他在《凡网经》上 说得很明白 他这一次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这三千年前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降生 实现成佛了 是第八千次了 在我们这个世界 这第八千次 你就晓得 他是 菩代众生 受苦的了 好像唱戏一样 这一局戏的时候 已经演八千次了 首先实现的 在斗帅厅 做后补佛 斗帅是印度 什么意思 翻成中国意思 叫知足 你看看 人不能不知足 知足常乐 斗帅就是知足 所以斗帅天 是知足天 样样都圆满 什么求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 妄想分别 执着通通发现 释出世间法 又不思求 这才有资格 做后补佛 到语言成熟的时候 他从斗帅下降 到人间来 找到父母 父母 与他有缘呢 那这父母是什么人呢 父母也是佛的化身 这个就是 一尊佛出世 千佛永乎 有想唱戏吗 他唱这个主角 也有唱他父亲的 唱他母亲的 这台戏才唱得成 那些唱戏 唱戏的人的时候 跟他地位都平等 在后台都一样 在前台一化妆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严格我们看 严格这些六道众生看 来唱戏 那么父母也表现的是 世世代代 积德 修善 家里面才处 这么一个儿子 父是大圣人 不是处在一个普通家庭 世世世代代 积功 都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那在中国古代这些神仙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 一佛如实 总是祖宗多少代 积德 积德 积善 后人知道 这个家里 后代 一定有 有 神仙人出现 孔夫子的岳父 那不是这个 不是孔 孔夫子 那是孔夫子的外祖父 孔子父亲的老丈人 他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子 他就说了 孔子家里头 好几世世世代代 都这个行善积德 他敢断定 他家里会出人才 把女儿嫁给他 孙孔子 这些都有道理 那么佛师大圣 出世在世间 你看 要这个 降生 那么接受 他降生七天 母亲就过世了 那我们一般人讲啊 哎呀 释迦牟尼佛的命不好啊 你看看 生下的七天 妈妈就没有了 姨妈 把她养大的 她妈妈说 这个 佛在境上 试得很清楚 母耶夫人 孙佛 这个功德太大了 那个佛报啊 我们这个人间呢 没有啊 所以她生逃离天 她想天父去了 这一般人不知道 认为这个小孩命苦 其实小孩命 负就太大了 母亲生天 那么以后 你看看 十九岁 十七家庭 到外面求学 学了十二年 当时 印度 所有宗教学术 那些大德高僧 那些大德高僧 他统统清净苦 跟着他们一起 修四禅八地 佛经上 长江的四禅八地 四禅八地 是古 婆罗门 必修的过程 在印度 非常普遍 所有宗教 他们都崇尚禅定 学术也不例外 那 禅定 我们知道 能够突破空间 维持 所以早在 一万多年之前 这是婆罗门教 跟我们说 他们没有历史记载 只有传说 那么现在 这个世界宗教 承认 婆罗门教的历史 八千五百年 我们佛教的历史 是两千五百年 他们八千五百年 这个六道轮回的发现 是婆罗门教 是在四禅八地里面 见到的 定动的境界 当然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为什么呢 修四禅八地人太多了 你们出了定之后 说说你们定动的境界 大家说的都一样 这就证明是真的 不是假的 大家都看到 所以 轮回 这个说法 在印度 印度是宗教之国 许许多多的宗教 还有许许多多的学派 都承认 都肯定 那么我们有理由 相信 释迦牟尼佛 一定 也修成 慈善法 所以对这个情形 也是 清楚了解 可是这个里面呢 有问题 还没解决的问题 大家呢 没法子解决 六道轮回 见到了 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 没人知道 六道轮回 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没人晓得 六道之外 还有没有 世界 也没人知道 所以 佛 必须在这里出现 这些问题 都是大家 希望知道 而没有答案 那么他 实现了一个方法 他到菩提书家 把妄想 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要知道 你对于六道轮回的认知 也是妄想 分别执着 把所学的东西 全部放下了 把所学的东西全部放下了 这个事实现 非常重要 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 好学的人太多太多了 你所学的这个东西 要不肯放下 结果怎么样 结果变成 似乎智障 佛告诉我们 我们自信里面的障碍 有两种 这两大类 第一类是烦恼障 烦恼障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贪嗔迟慢 这是烦恼障 第二种呢 就是你所学的执戒 那你所学的这些东西 无论是释法是佛法 只要你在这个里头 起分别 起执着 就变成障碍 障碍你明信见信 那随世尊 为我们实现 可以学 学了之后 不能够分别 不能止住 你还能放下 放下 对你所修学的 那个分别止住 你才能解信 那才不至于 变成所知者 这个实现 太重要了 那么一个人 要明信见信 所以见信成福 是不是一定要学这些东西呢 不一定 只要放下去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华言经上 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相 你本来是佛嘛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震抖 这就说明了 障碍 就是妄想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 彻底放下 你就成佛了 去佛法 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 佛法是知难行义 你要想成佛很容易 你要想知道宇宙人生真相 那很难 成佛怎么很容易呢 放下就是了 就成了 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很清楚 放下执着 对世出世间法 我统统不执着了 你就证阿罗汉国 阿罗汉虽然是小狗 你逃越六道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如果说对世出世间法 我不再分别了 不但没有执着 分别都没有了 那你成菩萨了 最后倒是 六根皆出六成经界 就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 起心动念上 全没有 哪来的分别执着 那你成佛了 你看多简单 这是根的 不是假的 在中国 禅宗六祖惠能大师 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演 他表演没学 释迦牟尼佛学了十二年 他一天没学 他不认识字 跟佛的缘分 他是侨夫卖柴的 偶然柴卖掉之后 离开 他应该是一个客栈 客栈的老板买他的柴 买他的柴 离开之后 偶尔在窗户外面 听到里面有人念金刚经 他就站在后来听了一下 听得很有味道 他就进去找这个居士 这个居士 就问他你念些什么 他就给他讲念金刚经 他就把他刚才听到的时候 他有一点误处 讲个这个张旧斯听 张旧斯听得就很惊讶 他说你很了不起 你误性很高 介绍他到黄梅 去参吴祖 到了黄梅 这谭经上有记载 黄 吴祖给他分配一个工作 现在的义工 他是个砍柴的 侨夫 就叫他做奔行 到厨房 里面去了 帮助充弥破柴 那就干这个事情 每一天去充弥破柴 就干了八个月 所以他没有经过江堂 也没有经过产党 八个月的苦行 完了之后 你看吴祖传法 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啊 每一个人都认为啊 吴祖传法 一定是传给神秀的 神秀是吴祖的大弟子 是吴祖途中当中的班长 平常呢 他当吴祖的助教 没想到的是 就是传法 传个会能 这是每个人都感到意外 传个人都感到意外 讲到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他大彻大悟 说了五句话 这五句话就是他的心得报告 就是他说明 尽信的那个 那个状况 那个状况 说了五句 何其自信 这句话用现在话 没有想到自信 本自清静 何其自信 本不生命 何其自信 本自具处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六祖也行了 不要再说了 一搏就送给他了 还送他出去 六祖所误的境界 跟释迦牟尼佛 一睹鸣心 大彻大悟 是完全相同 这个四心 就是说明了 修仙正果 回归自信 学跟不学 都不重要 学信 不学也信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是放下了 我们今天麻烦在那里 就是烦恼习气 他中 这个东西 障碍自信 你回不了头 你见不了心 千经万论 把这些事情 说清楚 说明白 这是什么 这些看破 为什么 要把这个事情 说清楚 说明白 不搞清楚 不搞明白 你不肯放下 所以我接触 佛法 第一天 跟出家人 接触 张教大师 我就向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说 方东雷先生 把佛法介绍给我 我知道佛法 无比殊胜 我说 秦教大师 有没有 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们 很快的 欺辱 我问这么一个问题 他老人家教给我的事 看得破 放得下 那么 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就是帮助我们这一些 众生 看破 看破之后 你就肯放下了 像慧能大师 那个是我们佛门 上上跟人 上上跟是什么意思 他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 一次放下了 这个在佛法叫 顿悟 没有阶级的 没有层次的 一次放下 就成佛了 凡夫就成佛了 凡夫成佛 因恋之间 这个太难得了 一般 上跟人 这个上上跟是例外 上跟人 逐渐逐渐明了 逐渐逐渐放下 像这个上高楼样 爬楼梯 一层一层的 往上爬了 那个动物的 坐电梯 一下就上来了 我们看到动物的 两个表演的 第一个是 释迦牟尼佛表演动物 第二是 六祖在中国表演动物 那么在印度实现的 应以佛生而得度者 即现佛生而为说法 那在中国实现的 应以比丘生而得度者 即现比丘生而为说法 诸位念念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印 就明白了 完全平等 所以我们也很难得 得佛菩萨加持 有这么长的寿命 有这么长时间的寻修 如果没有这么长的寿命 没有天天在寻修 我们搞一辈子 还是迷惑点道 搞不清楚 那这一生就坑过了 纵然缘恒殊胜 遇到净土 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 生凡身同居土 所以有这么多年的寻修 把这些离世都搞清楚了 我们念佛往生 就平位就大幅度的上升 至少是方便有余土 如果能更精进努力一点的话 都说是暴徒都有指望 你是这个多稀有多难逢 放不下的原因是烦恼稀奇太重 明了之后 你就啃放了 你就晓得这个世界全是假的 凡所有相 解释之族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是真22年所讲的波路 总结就是说明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那么这个往下面 底下的五直六观里面 还会收到 所以这个实心 实心那就是修心 修住行法 不为自身 不是为自己 自己功得圆满了 功得圆满 还要持戒 还要修订 还要视线开悟 为什么呢 做个别人看 还要演戏嘛 演个观众看 谁是观众呢 六道众生是观众 设法界众生是观众 那 设法界里面的 菩萨佛 那个佛 没有真的称佛 他相似之佛 无名为端 所以表演跟设法界众生看的 这个要知道啊 让设法界看众生 看这个佛陀的事情 慢慢他看懂了 看明白了 觉悟了 世尊这个学 早年19岁到30岁 这个求学的12年 经典上记载很多啊 看懂的人 并不多啊 真正看懂了 严教不执着教 那就对了 严教还执着教 还要在教下 还要辩论 这怎么行呢 这个教 没得好讲的 也没有好辩论的地方 在世间人家 真理 越辩越明白 那是世间的真理 不是自信 自信不行 自信要言语道断 心心出灭 自信才能限制 你起个念头 那个念头 就是间信的障碍 制造障碍 那与民心 坚信 不相干 不相应 所以要晓得 一切诸佛如来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 在降低的时候 这个四圣法界里面的 全教菩萨 声闻 缘求 他们 遇到有缘的众生 他也实现 他们也到 这个六道里面来 教化众生 声闻 缘求呢 回消 向大 他就来了 来的时候 都是为 广利 去尊 但是 他自己也得利 在 化他的时候 提升 自己的 灵性 发生 福萨 我们知道 他们的 应性 因为他 无事无名 烦恼 稀奇 未断尽 那是他的字 烦恼 稀奇 都断尽 这是 究竟 圆满 福 这些福 到不到 我们世间来的 来呀 很多 我们肉眼 凡夫 不认识 所以知道这个现象 我们虽然没救 我们应当要是 冤情 平等 这就对了 为什么呢 你看看 究竟 圆满 福 分阵 几福 分阵 福是 华严经 里面 粗诸 到 等究 四十一个位 死 发生 大死 在 方便图里面 全教菩萨 声闻 远求 与这一方众生 有缘 他们都来了 都来实现 三十二印 是实现 有情神 除这个之外 他能实现 出生神 能实现 恶鬼神 能实现 地狱神 能实现 花草树木神 能实现 山河大地神 你说 这些祝福菩萨 罗汉 哪个地方没有 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不认识 我们还 亲瞒他 瞧不起他 还在糟蹋他 这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啊 佛门里面 所记载 诸位都晓得的 寒山 石德 风干 浙江天台上 国庆寺 这三个出家人 这三个出家人 当年在世的时候 这寺庙的时候 谁瞧得起他们 风干 是在厨房里打杂的 大辽里头 大杂的 烧火的 风干 也是在寺庙里面 做义工的 到以后 这才晓得 风干 是 阿弥陀佛 华生来的 寒山市的是 文殊菩萨 跟普贤菩萨来的 在寺庙里面 做义工 没有人认识 到生风破路了 你再找他 找不到了 不见了 风干 不见了 寒山市的 逃了 后面人就追 追的时候 看到他走到山上 山裂了一个风 他们两个走进去之后 山豁起来了 那我们知道 这些神仙 那个时候有 现在没有 不可能了 我们肉眼 凡夫 真正说福 了解四世真相 有理论 可以依据 由四 平级 我们怎么可以怠慢一个人 我们这个大厂门口 我进进出出看到 有乞丐 你说那个里头有没有佛福 很难说 最学福 万无一失 成就自己的 成就自己的得性 一定要学会 谦卑 对这些乞丐都谦卑 为什么 他是众生 他有佛心 他的佛心 跟我的佛心 是一个佛心 他的佛心 跟四方三世 祝福福萨的佛心 也是一个佛心 无二无别 那么他的世心 我们一看 会提醒我们 我们看到了果 果必有因 那为什么会得到果报 贫 他没有财富 是过去生中 不肯不识 看见别人有苦有难的时候 不肯撑出人手 没有智慧是不肯发布施 总有原因 你在果上看到因 在因上看到果 我们就学会了 就学很多东西了 每一天看到 每一天提醒自己 释迦牟尼佛 年轻做太子的时候 出去游玩 看到僧劳病死 他紧急心就提起来 当然都是做出种种事心 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平等心 清净心 真心 无量寿经 经体上 就把修行的刚灵 跟我们摆出来 又阴又苦 你看佛说 大臣 知智慧 无量寿 无量寿 庄严 这是古宝啊 大臣说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寿命 无量的庄严啊 这是自信里面 去做的 就是佛在华严经上讲的 智慧 得相 无量寿 无量寿 是德 庄严是相 大臣是智慧 自信里头 本来具足的 现在舍掉了 我们要靠修德 把信的在 决法出来 那用实信的 用什么呢 佛说跟我说了三样 清静 平等 这个是总的 修行指导原则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不可以不修 无量寿经 我们要修清静些 要修平等些 这是智慧 要开智慧 那不能迷惑这道 所以到这个经题 后面一段 是讲修德 前面的是信德 信德是果 修德是因 都放在经题上 就 冤心平等 蒲林 断物 背修万恨 俗真 不提 背是具足 万恨是真的 不是别人 前面 我们学过 大臣 八万 小臣 三千 三千 唯一 八万 谢谢 这个数字 是确确实实有的 不是随便说的 不是形容词 可是他的总纲林 就是十三业道 十三业道 在小城展开 就是三千位 在大城展开 就是八万 八万四千 谢谢 比辱家说的详细 儒家是周历 三百万 一历 三千 都是大声大行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为我们所实现 就是现在人所讲的 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如果我们做佛弟子 现在是在末法时期 我们很不信 不信什么 我们没有受过这个教育 我们家乡俗话说 是教 从小是教 没人教我们 而且我们 丧失圣贤教诲 丧失佛菩萨的教诲 不值一代了 至少 也有三四代 那么这三四代 佛教 行事传下来 我们不知道内容 不知道这个行事 表伐教育的意义 于是 把他看着迷信 这是很大的误会 首先 我们对佛菩萨形象 就产生严重误会 认为他是偶像 完全是迷信 不知道啊 佛法里面 表伯法的教育 佛法的教育 佛门的私运 就好像 世间的博物馆一样 里面充满了都是文化 文物啊 佛像 释迦牟尼佛 你说这个下 有什么意思 说到这个下 他的意思是教人 知恩 报恩 那我们接受 佛陀的教诲 这是恩的 对我有恩啊 我供养这个像 时时刻刻提醒我了 是报恩啊 我不能忘记 他的教诲 要理解他 要相信他 要依教奉行 尤其他连名号 都喊得有教语意 释迦是 释迦的意思 是仁慈 那这是梵文 梵尘中国的意思 叫能人 他能够以仁慈待人 是这个意思啊 摩尼是清静 清静的意思 对待自己 要清静 清静平等求 对待别人 要大慈大悲 就表示这个意思 让你看到这个像 听到这个名号 就要想起来 我要向他学习 你看这个意思 你看这个意思 凡是佛像 都代表信的 是你自信的朋友的 菩萨像 代表修的 观音菩萨 代表慈悲 所以看到观音菩萨 马上就想到 我要以大慈大悲 对待一切众生 见到地藏菩萨的像 地藏菩萨代表 校养父母 奉事事长 见到这个形象 听到这个名号 就要想到 孝亲尊师 孝亲尊师 是事出事法的 大根大本 佛法是思道 思道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 人不孝生父母 他就不会尊敬师长 再好的老师 也没办法教他 所以第一个是 叫孝道 文殊菩萨代表智慧 教我们生活 工作 厨师待人借物 要用离智 不要用感情 普贤菩萨代表 这一些信德要落实 不是直视受口号 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 玄塔 是要老老实实 把他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待人借物 现在这都没人懂了 搜到这个像 把他当神 去看待 这就变成迷信了 你说 这都没遗憾 那我们见到 佛菩萨形象 顶礼三败 这是代表 代表敬 至敬 佛菩萨是大胜大喜 我们对他的 我们对他的 对他的尊重 希望向他学习 但这充满敬意 是这个意思 那么拜佛 也是佛门修行 重要的一种方式 这个方式很好 非常圆满 人身体 是一部机器 这个机器要动 如果不动 他就生 他就生故障 他生病 所以你们大家都晓得 这个常常听到的 活动 你看活 活着就要动 那不动呢 不动就不能活了 人死了就不动了 所以拜佛是动 但是动呢 身要动 心不能动 心要进 身要动 所以在拜佛的时候 心地 因缘不生 真诚性 心是定的 身是动 这是养生之道 这好多人不知道 尤其是看到拜佛 一天拜个几百拜 拜个一千拜 两千拜 三千拜 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 每天拜八百拜 人家看见 都是我们修明信 他不晓得 我们这养生之道 身体健康 就这样锻炼出来 所以我们佛法用的标志 外国人叫马克 我们用什么 用圆 法轮呢 那个是真圆 你看圆地像 圆周是动的 这是个圆形 圆周是动的 圆心不动 所以修心 要静 要定 养生呢 要动 拜佛 统统做到了 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喜欢拜佛 为什么呢 最好的运动 最好的修行方法 在拜佛里面 学谦卑 礼足拜 我们一头 扣到佛的足 我们以这个谦卑 对待一切人 自己谦卑 能尊敬别人 能敬爱别人 佛菩萨教我们 用这个方法来训练 现在没人知道 说这是迷信 说这是封建时代的 你说愿不愿望 养生之道的逆诀 在佛法修行的 这个仪式当中 太多太多了 说不尽 每一桩事情 它都有大道理在 福勤命 原乡 供灯 供水 都有横身的教育意义 在里头 现在人知道的 不多了 所以这些形象呢 一般人误会的 都说 这是迷信 知道这个用意 才晓得它的美好 今天 时间到了 这个后头两句 备修万恨 俗正菩提 菩令断卧 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 这个词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